传承禁私法脉弘扬慈祭宗门 新加坡和花莲分别举行了经济营队 新加坡举办的慈亲经济日 让年轻学子透过课程了解地球发出的警讯 如果再不采取行动 最后受害的将会是自己 而上百位学员也从中思考生命价值 其中有一位来自印尼的学员也跟大家分享 他终于找到了人生的新起点 这一群年轻人比太阳还要早起 在金字堂里展开忙碌的准备工作 因为这是欢喜的一天 新加坡举行经济日 报名学员超过上百人 这对筹办的工作人员是莫大的鼓务 据与世博在我们的会议上面 就有给我们鼓励这样子 鼓励我们要就是不要为自己设限 要冲破自己的一个极限 就说困难只是踏出第一步之前的那个感觉而已 真的 慈禧们跨出困难的第一步 这一堂课想要告诉年轻学子 地球发出了警讯 地球已到达全球软化的电报点 不过呢还没有到达无法挽回的局面 只要我们马上采取行动 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呢 缓解这些危机了 不只正视地球警讯 要调整的还有心态和生活形态 来自印尼的章鱼山 预言问题一度让他感到有些挫折 找到人生的方向 也有了新的方向 上百位学员不只收获满满 还看到了 生命的阳光 新加坡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